HELLO,大家好,我是白定 今天来讲一个Sony Restaurant AutoCab的问题是怎样呢? 首先我们就看到这里是一套CNC的组件 就是用旅行材来搭建出来的组件 这个部分你们就能看得到就是有一个,两个,对吧? 有点卡,不好意思啊 这个上面就是那个背景 再下来中间的这一组,还有最后的这一组 然后下面这一组我们能看到就装头的,就那一个组件 那你们能看到是什么?这个组件,对,它是个左右挪动的 当然重点不是这样一个,就是跟这个组件没有关系 是这样子,那今天比如讲主要是这个,做图纸 那通常都是A3或者A4,就不管你是做什么,通常都会这样子了 对,好,然后就是A3,行吧,A3吧 因为这个图纸比较大,那通常可能会打A3多一点 好,那这样子,那通常可能就是说这样子 那可能是说,我可能再放个一个别的试图吧 呃,我随便放一个吧,就这个,因为这个不是很重要 好,那放完以后,对 然后再下来可能是,啊,这一个,我们就这样子弄这样子一个图纸啊,都现搞 可能是比较麻烦一点,这个看起来 啊,好吧,这个简单一点吧,还是 好,那这时候我们调一下那个图纸的大小 1比5,对吧,然后这个也是1比5 这些应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个东西,啊,我就不想太多了 好,那这时候,比如你们可能看到的时候,今天讲的重点 嗯,这个图纸,它整个都是黑色线的,那我要把它分开成不同的颜色 那个怎么办,今天讲的是这个 首先这样子,空白的位置,不要点到,你看橙色框,不要点到它,右键,Change Layer 那Change Layer以后,诶,你看它会弹出这样子一个东西,啊,好吧,再来一遍 OK,那弹出这个,然后选一下Layer Property,左键点一下 好,那这时候,你们先比如说,不同的部分设定好不同的颜色 就是颜色不一样嘛,呃,呃,呃,要点一下,要点一下,然后再点一下,就它的反应能迅速 好,那这时候我们是,我们有四种颜色,能看到了吧 那当然你们不会像我这么设置,只是说我刚刚说了,我这有四个组件,我就四个颜色,能懂吧 好,那这时候你们去看你们的一个Join Join View 2,Join View 1 View 1 View 1和View 2的意思是什么 对,这里分别显示内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呃,它每一个视图的颜色都是独立换的 那我们怎么换颜色,刚刚,就是说我们,呃,假如我们刚刚已经设定好,对吧 四个颜色,分别代表四个组件 那其实,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子 这里,就是说,反正随便一个,你们空白的地方右键,然后选择Layer 对,就是说很多功能其实还是一样,就是说之前说这块就是一个,呃,上面是菜单嘛 这里是工具栏嘛,就是以前第一节课讲过的 呃,一样,所有东西反正也是一样在这里能找到所有的工具 那这时候我们点一下Layer 那喜欢的你们可以,反正就可以放在这也行,放在哪都行 或者你们有别的功能,呃,就是说比如说Mesh等等的 就是说量的一个,两个面中间的一个长度是多少等等这些东西 啊,当然这又不讲太多今天,因为我只要做那个短视频为主 好,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呃,JoinView1,你看会显示橙色线了,对吧 橙色线以后我们就可能选择其中一个零件 那我们能看到我们放过去的时候,橙色这块,刚刚那片有没有看得到 那我们一样,那也看到,就是说它会相对用橙色那个来宽散 好,那这首选,你看上面这里Layer,那是None 那我们选择Layer1,诶,你看到,对,它会一起换颜色 好,那个,OK Yeah,我们再下一个再换 Layer2,最后一个 哦,好吧,这是应该是Layer4 OK,行吧,就这样 好,那这里就四个组件,那我们就有了,OK,对吧 这能看到吧,那这里你可以再设定,没有问题 啊,反正就是再加,然后这里反正就是会自动跟你换 那这个的话,如果你说,呃,你不想换,呃,行不行了 呃,暂时来讲好像不太行 我刚刚以为还是说它是可以,刚刚前面口误了 我以为它是可以,呃,呃,就同时就是说单独的 看来就是说这个软件逻辑性,它非常强 那只能说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到时候这个文件,比如说你存在DWG 那照理来说应该是会有颜色的,对 那就说整个出图子基本上就这样子 好,那一个,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